-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宜輝,歡迎收看時間作手 就同我跟各位分享的一樣,不管做票也好,做旗幟也好,其實都可以很簡單 但是一定要有领先 而且可以施展新技术 就是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 当我们拥有新金流观念的同时 不用再像过去一样死爆活爆 也不像过去一样有满手套牢股票遗憾 只要跟着新金流观念 用最踏实的方式 一步步做下来 很自然的就可以创造出比标跟标获利 但是很多投票股票一直做得很辛苦 到底缘出在哪里 就从过去 你跟着市场当中的分析师去做 常常会发现资金的运用没有效率 因为股票总是暴上暴下等上涨 不敢百分百之间进出 加上持股过于分散 凹单不停损 会多不空的结果 都是造成资金运用没有效率的原因 同样的 过去用的软体 为什么没有办法帮自己赚钱 因为你用的不是原创系统 所以没有办法真正的实战 有太多的参数 模组 周期 全部要让会员自己猜 甚至选股出来的支数模组还会太多 还需要人工的讯息去辅助判断 最重要的 买卖点常常会慢半拍 没有办法完全做到单一而且竞确的买卖点 因此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所有的会员都一定会有我本人手机的号码 而且我百分百可以做到价格诚信不合价 而其他的分析师或系统为什么做不到呢 原因很简单 如果一个分析师或系统可以长期帮客户稳定获利的同时 何必躲在业务助理背后 甚至每天在节目当中 新果座过渡行销打着还需要赠送资料不是吗 而当你拥有时间作手的同时 你已经掌握住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了 因为这个系统呢 百分之百是我自己原创的 包括城市的部分也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 完全不需要委托外面工程师 这市场当中其他软体绝对做不到的 而在进场之前呢 汇率局却显示进场停损停利 三个价位一次都给各位 我坚持只赚最好赚的 因为资金效益才会高 就是因为操作有把握 所以每一笔带进出一定都是百分百资金 多空能双向获利自然就加倍 就同你说眼见为平的事实 也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 跟着新金流关系去做 手上一次只需要持有一档股票就够了 而且每一笔带进出一定都是百分百资金 一定是百分百资金买档 一定要百分百资金卖掉一档之后才有钱换下一档不是吗 就是要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 从10月21号到今天一个月的时间 你的一百万透过金流力量 已经帮自己刷出337万的利润了 而你的一千万呢 透过金流力量 不是也帮自己刷出3370万的利润 但是 再回过头想一次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你如果还在过去死报活报方式做股票 甚至呢 还在用不能实在软体 帮助自己操股票 到底帮自己刷出多少的报酬 因此呢 就同我在节目当中 会常常提醒各位的 我说过去有条路 如果一路走来 都走得很辛苦 也走不通的时候 此此刻就该坏条路 换个方法走的时候了 就同每天 我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哦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1月26号的一点 这张股票一百万 赚了18.5万 系统告诉我们金银 赚完最好赚了一段 先把赚到钱 发一口袋 接着换股增加报酬 26号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资金 转满零通这一档票 接着赚它 最好赚了一段 一起来看 好事到底有没有 接连不断的发生 26号 也就在这一天哦 系统告诉我们把钱赚票赚了钱 发一口袋 再把资金转满零通这一档票 接着赚它最好赚了一段 一样 K线 瞅瞅是要赶快买了 再次的坐在教上面的别人谈 短短三天两头 你的一百万 不是也帮自己创出 是三点三万的利润吗 好事不是这么再次的发生吗 同样的这档股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 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了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三十号这一天 这档股票一百万 赚了十三点三万 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了一段 所以红棒创新高 一样最好的卖点 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 待一档股票 赚完最好赚了一段 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 你不知道卖 你舍不得卖 报到最后 会像过去一样 一样的 报上报下 要浪费了很多时间 胆子 当你拥有新金流观念 赚钱速度可以再次往前加快 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三十号这一天 这档股票一百万 赚了十三点三万 系统告诉我们基因赚完最好赚了一段 先把赚到钱 发一口袋 接着 换股增加报酬 问题是三十号这一天 我们应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股票身上 很简单 全部交给时间做手 我们只把时光回缩 回到三十号这一天 很简单的按一件选股多 一样资金选股 三万个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资金转买万序这一档票 接着赚他最好赚了一段 一起来看 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 三十号也就在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把钱赚票赚了钱 发一口袋 再把资金转买万序这一档票 接着赚他最好赚了一段 一样K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 再次的坐在较上面的鞭台 短短的三到四天 你的一百万 不是也帮自己创出三十二点二万的利润吗 好事不是这么再次的发生吗 所以呢 这一档股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 一样坚持赚他最好赚的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十二月三号这一天 这档股票一百万赚了三十二点二万 系统告诉我们金赚完最好赚了一段 所以挑战开高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 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 再一次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 这一档股票赚完最好赚了一段 你如果没有时间坐手 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 报到最后还会像过去一样一样的 到上报下又浪费了很多时间 但是当你拥有新金流观念 赚钱速度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们可以一起砍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十二月三号这一天 这档股票一百万赚了三十二点二万 系统告诉我们金赚完最好赚了一段 先把赚到钱 发一口单 接着换股增加报酬 问题是十二月三号这一天 我们应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股票身上 很简单 还是交给时间坐手 我们只把时光回缩 回到十二月三号这一天 操作一样可以非常的简单明确易懂 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读 一样执行选股 三秒钟时间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资金转买汉逊这一档票 接着赚它最好赚了一段 一起来看 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 十二月三号也就在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把前两票赚的钱 发一口单 再把资金转买汉逊这一档票 接着赚它最好赚了一段 一样 K线瞅瞅是要赶快买了 再次的坐在脚上面的鞭鞭鞭 短短的四大五天 你的一百万 不是也帮自己创出三十九点九万的利落吗 好事不是这么再次的发生吗 所以呢 这一档股票 当然也不会是例外 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的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九号这一天 这一档股票一百万 赚了三十九点九万 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的一段 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 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 再一次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 呆当股票 赚完最好赚的一段 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 你不知道卖 你舍不得卖 报到最后 还会像过去一样 一样的 报上报下 又浪费了两天的时间 但是 当你拥有新金流观念 赚钱速度可以再次往前加快 我们可以一起砍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九号这一天 这一档股票一百万 赚了三十九点九万 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 先把赚到钱 放一口袋 接着换股增加报酬 问题是十二月九号这一天 我们应该把资金 再换到什么样股票身上 很简单 一样交给时间做手 我们只把时光回缩 回到九号这一天 操作一样可以非常的简单 明确易懂 很简单按一键选股多 一样执行选股 三秒钟时间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资金转买大同这一档票 接着赚它最好赚的一段 一起来看 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 九号也就在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把钱档票赚的钱 发一口袋 再把资金转买大同这一档票 接着赚它最好赚的一段 一样 K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 再次的坐在较上面的别人 短短的一天两天 你的一百万不是也帮自己刷出十万的利落吗 好事不是这么再次的发生吗 也就等我在节目当中 该跟各位分享的五个金流而已 事实上从十一月二十四号到今天 十三个交易日的时间 你的一百万透过新金流观念 已经帮自己刷出一百一三万的利润了 而你的一千万呢 也已经帮自己刷出一千一百三十万的利润了 但是到今天 还是用过去死报活报的方式做股票吗 还是用过去不能实在的软体 帮助自己操股票吗 很多特别在市场当中都很想知道 如果用最短时间帮助自己把资金做翻倍 而在市场当中要做到最短时间翻倍 一定要完全做到敢买敢卖敢换股 所有操作资金一定是百分百资金 集中操作单单股票 绝对不能像老派投资官人一样 总是分批加码分散个股 再来 每一档股票一定要坚持只赚最好赚的一段 也不能像过去一样 总是死报活报等股票上涨 最重要的 一定要领先市场最好赚的买卖点 也不能像过去一样 进去的时机总是会慢的半拍 而时间做的交易统很简单 所有操作一定是百分百资金 集中操作单单股票 加上严格风险控管 跟领先市场买卖点 才有办法帮助各位 用最短时间把资金做翻倍 就同你所看到的 这一档股票 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 你没有办法领先市场 很明确知道在15块 就这个阶段以来最好赚的卖点 难道你要等到今天大跌之后 再考虑不要卖吗 是因为来不及了 这时候你要问我 我如何领先市场知道15块 就这个阶段以来最好赚的卖点 很简单 要领先市场 直接来看电脑会是比较快的 一起来 我在节目当中 为什么从来不会跟各位 特别强调一档股票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找到是赚钱的办法 所以每一档股票 都是一样道理 就从这一档股票 在这一天我看到个事实 周线多 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 这一天当时这个阶段以来 唯一最好赚的买点 当天除了明确进场点 停损点之外 停一点会一并直接告诉各位 看哪里 直接看实体信号部分 他告诉各位 15块要卖 就是要全数卖出一张不留 进场当下直接告诉各位15块要卖 在连续两天大涨之后 最高来到15块 所以我们设15块一定可以卖掉 可以把这一段最好赚的放一口袋 正不过任一张股票 或大赚别小赚一汉 甚至里面浪费任何宝贵时间 同样的 很多投票在操作股票过程当中 财富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累起来 原因是 因为你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 把所有资金集中操作在单一档股票 单一个点位上面操作 好好想想 过去呢 你买股票 是常常买在前面等它上涨 一等不知道等多久 你绝对不会敢买多 因为等到连续大涨之后 再匆匆忙忙帮别人抬降 你还是不会敢买多 所以买不多 赚不多遗憾 当然会持续不断发生 但跟着时间做交易总很简单 一个阶段 永远唯一只有一个最好赚的买点 就同这档股票 在这一天 我看到个事实 周线多 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 这一天 当这个阶段以来 唯一最好赚的买点 既然没有所谓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加码点 这么明确的情况之下 我所有客户在这一档股票这一天怎么做 一定是百分百自己买进 那好事很自然发生 更重要的是 买点一定要领先市场一到两天 不是等到涨停又涨停之后再帮别人抬降 而是买在涨停的前一天 而这就是时间做交易系统独特的技术 当然 每一档股票都是一样道理 所以我在节目当中 从来不会跟各位特别强热的一档股票 因为涨是赚钱的办法 包括这一档股票 在这一天 我们是一样看到一个事实 周线多 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 这一天 当这个阶段以来 唯一最好赚的买点 既然是唯一 我所有客户在这一档股票这一天怎么做 还是一样 一定是百分百自己买进 那好事很自然发生 同样的 很多投手在操作股票过程当中 为什么会害怕 大盘下跌 害怕股票下跌 当然 除了你没有明确的卖点之外 更重要的是 你有办法很清楚的看 判定一档股票多空方向 当你有时间做交易系统的同时 你绝对不会受伤 也就同这一档股票 在这一天 我一样看到个事实 多空都是一样道理 周线空 第一根绿色虚线出来的时候 这一天 当然是这个阶段以来 最后的卖点也是最好的空点 当然这一档股票 因为没有资券的关系 就没有办法去赚他空头 最好赚的这一段 但是 当你有时间做交易系统的同时 你会因为这一段的大跌 大盘大跌 个股大跌 你会受伤吗 绝对不会受伤 不是吗 也就等我在节目当中 曾经各位分享的 我永远相信一件事情 我永远只相信 只有客户获利的口碑 才是最好的行销 其他都是多余的 但是你想要跟着星际牛观念 创造出比标跟标获利 事实上并不难 你现在欠缺只是一个 亲身体会领先实战星际说的机会而已 我们修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现场 这次您可以拥有高品质的六大保证 这次您可以选择 有实力的分析师 有实力的系统 让幸福的事每天发生 02-2389-8029 02-2389-8029 您是要消极地等待机会 您是要积极地创造获利 其他头部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基督线02-2389-8029 02-2389-8029 各位投资朋友欢迎回到现场 就同我跟各位分享一样 当我们拥有时间做手具做棋子的同时 就只有一口单百分百当充 完完全全没有流伤压力 我们可以让好事每天都会发生 就同这个地方结果 一定是一口单赚赔加总结果 就同你所看到的 台子11月一个月过去了 赠这么多负这么多 赠负加总之后 一口单可以赠2047点 12月16天过去了 赠这么多负这么多 赠负加总之后 一口单可以赠1868点 当然 今天跟着系统去做 好事一样再次发生 今天跟着系统去做 你会做两笔对两笔 一口单从一样可以赠91点 但是 很多特别过去 也跟很多老师 甚至很多软体来把它操作指数 财富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累积起来 因为你用的是市场当中没有办法实战工具 常用市价追单有严重滑交问题 买卖点讯号会消失问题 最重要的是 有太多的参数模组周期全部要让会员自己拆 因此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所有的会员 都一定会有我本人手机的号码 而且我百分百可以做到 价格诚信不合价 而其他的分析师或系统为什么做不到呢 也很简单 如果一个分析师或系统可以做得很好的同时 何必躲在业务助理背后 甚至每天在节目当中辛苦做过度行销 还需要打折不是吗 而当你拥有时间做手的同时 在进场的当下 系统就可以立即明确显示进场停损停利 上个交位一次都有各位 周期固定十分线做当从 全数定价完全没有滑交问题 每一天每一笔我都一定跟各位对价对使 赚了赔的我一定全部跟各位分享 没有参数可以设 这个模组简单明确 全部不能快去猜 就同你所看到的 今天跟着系统去做 你会做两笔对两笔 一口当从呢 一样可以振91点 同样的 我们必须要开下今天每一笔的交易讯号 今天第一笔交易讯号在8.55分的时候 是一个延续盘不同步做多的讯号 那为什么不做很简单 因为我们在进场之前 会限制到进场停损停利 如果先来到停利满足点的同时 必须要等待下一个机会 也就在这个地方 趋势盘同步做多讯号 还是一样 直接来看电脑一起来 就同你所看到的 行情走到这个地方 本来在灰色线下 便线上是转转 而线上是红色 所以同步做多 因此收盘收定 必须设收盘价 14290去做多 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 下一根K线最低来到哪里 14278 所以定价百分百全部都给穿成交 但是 千万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来到 系统中邦各域规划的压力区 一口单正23点 先妈翻口单 再等今天另外一个机会 趋势盘同步做控讯号 还是一样 直接来看电脑会是比较快的一起来 就同你所看到的 当行情找到这个位置 本来在灰色线上 变到灰色线下 线上变线下转折 而线下是绿色 所以同步做空 因此收盘收定的时候 必须设收盘价 也就是14260去放空 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 现在跟K线最高来到哪里 最高来到14270 所以定价百分百全部都给穿成交 但是一样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来到系统中 帮各位规划的支撑区 一口单正68点 再把它发一口单 也就是我在节目当中 常跟各位分享的 我永远相信一件事情 当我们拥有领先实战新技术的同时 好事自然每天都会发生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